美国专业记者协会 星期五晚在华府国家记者俱乐部 举办年度卓越新闻报导奖颁奖晚宴 英文大纪元时报记者罗宇 以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系列文章 成为获奖者之一 这也是华人媒体大纪元时报 近年来在主流新闻界获得的又一殊荣 美国专业记者协会颁发的卓越新闻报导奖 在媒体界享有盛誉 获奖记者多数来自华尔街日报 华盛顿邮报等西方主流媒体 今年英文大纪元时报记者罗宇 以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系列文章 荣登获奖者名单 他们是颁给我们这个奖 那就说明被主流媒体这些专家所认可 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个事情 报道活摘器官问题的最大困难 就是中共用一切手段掩盖证据 为此罗宇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分析 做这些文章的话 最难的是你要知道 你要追求的这个内容是真实 就是这个真实性的问题能证实 听到发生在中国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 与会的很多西方记者都感到震惊 并为大纪元时报勇于揭露真相的精神所感动 大纪元时报以真实感言的风格 在过去十多年间迅猛发展 如今它已经成为世界了解真实中国的重要窗口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